心理馬桶的工作 他就想說 反正應該是簡單的工作 哪知道呢 第一天呢 最親的時候發現 他就要用繩索去刷這個馬桶 結果他就受不了了 他覺得說 哇 就非常的噁心 覺得說 哇 這個工作太辛苦了 那過了幾天之後 他越做越沒辦法忍受 所以準備要辭職了 但是這個時候呢 他發現 他旁邊的有一位也是一個清潔工 那這個是比較年長的 這個比較年長的這位清潔工呢 他怎麼清洗呢 他把馬桶清洗得非常非常的乾淨 乾淨到最後呢 結果他拿了一個水瓢 就把那個馬桶裡面的水 就給他喝下去 喝了一口水 那這個女大學生呢 看到呢 非常的震撼 覺得說 這是不可思議 怎麼會這樣子 那這位年長的這個清潔工呢 就跟他說 我非常有自信 我非常相信 我洗的馬桶 絕對是非常的乾淨 而且呢 會乾淨到呢 我都可以呢 把它咬起來喝下去 那這個女大學生呢 非常的這個驚訝 去說 怎麼工作到可以把馬桶洗到 這麼乾淨 乾淨到我願意把這個水喝下去 因為這樣的一個感動 讓他覺得很震撼 所以他願意再繼續下來 所以過了幾天之後呢 他就在想 他也是照樣去洗馬桶 那洗完馬桶的時候呢 他就對自己講說 我可不可以去喝那個馬桶裡面的水 那但是呢 他每天在洗的時候呢 就比照 就參照那個自身的年長的清潔工呢 把馬桶洗得特別的乾淨 同時呢 整個他的心呢 非常的用心 怎麼去把這樣的一個水呢 弄得非常非常乾淨 那結果 假期結束之後呢 過了一個假期結束之後呢 那這個飯店的這個經理就要驗收 就是要驗收他這個工作的成果 而且就說 欸 這個小女生啊 這個女大學生啊 做了這個 在這個假期呢 在我這個飯店工作呢 到底這個表現怎麼樣 怎麼樣 怎麼樣驗收一下吧 結果呢 這位女大學生呢 二話不說 他就在旁邊 拿了一個杯子 就到他這個 所清潔的這個馬桶裡面 咬了一杯水 當眾呢 就直接喝下去 結果在場的經理 跟那個所有的人員都嚇到 就說 哎呦 非常的震撼說 哎呦 怎麼這樣的一個小女生 竟然都把馬桶洗到乾淨 乾淨到願意把這個水喝下去 那這個經理呢 就跟他說 你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人才 未來你畢業之後呢 我希望你能夠來到這個大飯店來工作 那這個女生呢 結果大學畢業之後呢 就很順利到了這個 這個東京的這個帝國飯店工作 那工作了幾年呢 到了37歲呢 她是呢 這位女大學生呢 在那個飯店裡面呢 是表現最好 而且呢 晉升 就是她的這個晉升的 算是最多的 表現最好 那到了37歲之後呢 這位女大學生就呼入政壇 就呼入政壇 結果連續八年